在我畫素乾的時候 我們是用淺的 我們有兩卡在這個比較深一點的比較淺的 然後我們除了靠近花的部分 然後照著邊邊去畫 那我覺得裡面地方你可以用點的方法 因為這樣子比較不會那麼不自然 好 那我們再換深的顏色 那要接到我們的那個金 好 那我幫他打筆擦一下 稍微給他拖一下 這邊可以繞 加點水讓他霧霧的處理掉 好 這樣好了 好 然後他旁邊有一些 藍色的 小小點小小點的 藍紫色 我用這一支好了 好 藍紫色 藍紫色 好 有畫一些 就是剛才發芽的 最後我們要用到最小隻的地方 我們開始要畫餡 應該是這些都已經乾了 我們來畫餡 餡就用小隻的 這支可以 這顏色可以 調深一點 深一點 如果畫的 有點深的話 現在深一點會更好 開始畫線 我們就是從 右邊開始畫 這個沒有線 但是 把這邊稍微畫 更好一點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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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要轉成這樣子 這邊要轉成這樣子 可以 在這裡 感谢观看 要注意它的方向性 它是两边包进来的 所以你也可以先画一个中心点 然后再这样两边画 感谢观看 想要让它模糊一点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等我们画完的时候 用暖橡皮把它拧一拧也可以 但是要等到干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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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